一起來票選你心目中最美的水果吧 大家大聲告訴我你最喜歡什麼水果呢 不要鬆 我好 可以 agency 好 為什麼 好 好 那小朋友們先來告訴我 你們最喜歡的水果是什麼呢 是什麼 是什麼 香蕉跟鳳梨 哪一個 是什麼 鳳梨 你是鳳梨嗎 那 那我根據現場觀眾的票選 最後當選的是最美水果鳳梨 這時候有一位客人來了 馬上向他推銷我們水果的水美冠軍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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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 我們這邊各式各樣的水果都有 有香的有甜的有美的 好 那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看我們水果咬一口都樹 artifacts都像被摘到一樣 這麼好吃 請問妳要吃什麼水果呢 哇這裡很多很多的水果可以選擇 我看好抉擇喔 我該選什麼水果的小朋友 我要選哪一個水果 什麼水果 那我先選香蕉看看好了香蕉 哈哈哈哈你們都好聰明喔 這麼好的這個香蕉怎麼能不選呢 我可是帶我來頭大明星星喔 我就是來自於中國的芭蕉山 他叫我香蕉之王 中國香蕉大菜冠軍 最香最黃最甜最好吃 從這麼多參賽者中 多贏了豬不是蓋的齁 在中國每三個人就有人吃過喔 還不趕快撥掉我的皮 大家的把愛酒看去 哇看起來好像好好吃喔 還有好想要買喔 可是 現在我們地球生病了 地球暖化的好嚴重喔 如果我們要買香蕉的話 我們必須從大陸運過來 要好多好多的油 要製造好多好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我不要買香蕉 什麼啊 現在有人不是香蕉之王 太魚了嗎 喔 喔 好害怕 我要趕快回去中國叫大家去 欸 就把啦 喔 香蕉之王 香蕉之王 好 好 抱歉有點忘記 然後就是 你的維他命C那麼多 來死了 那我這是道地的桃園橘子 我的維他命C很豐富 可以幫忙抗癌 然後產地也是可以節省運送的時間 然後可以愛台灣愛地球 還有看來可以一舉三的喔 哇 橘子有好多好多好處喔 我要選橘子 因為橘子呢 它是我們在地的台灣水果 而且呢 它有三種好處 所以呢 我決定我要選橘子 除了橘子之外呢 是我理想中的水果之一 還有什麼水果可以選 小朋友可以幫我說 想一想要哪幾個水果 沒有選到嗎 蘋果 蘋果 喔選我就沒錯的是 我可是來自日本的福士山的是 還有我是非常的香甜可口 非常的清脆 我是日本空運來台的 非常新鮮的 快選我吧 聽起來好像很棒對不對 可是蘋果要從日本送過來 那它是不是也要用船來運輸 需要很多很多的油 產生好多好多的二氧化蛋喔 而且如果我們從日本送過來 蘋果是不是容易撞壞 我們要好多好多的寶玉籠 或者是紙板把它隔開 這樣子這好多好多不必要的成本喔 所以我也不要選蘋果 還有什麼水果沒有選的小朋友 中間這麼漂亮的是什麼 公靈 公靈 什麼 大聲一點 公靈 選我就對了 我剛剛純白色的果肉和濃濃的香氣 一定都傳到你們口中對不對 傳到你的鼻子裡面了 我一年四季都有產 也可以算是當地的水 當時的水果喔 那選我者沒錯啦 吃我就代表你愛台灣啦 你們一年四季我們都吃得到耶 而且是我們在地的水果 不會造成我們太多的二氧化蛋產生 終點是吃鳳梨的話 我們就是愛台灣 所以我要選擇這兩種水果 很漂亮 聽我說 手牽手 跟我一起走 傳到幸福的生活 昨天你來不及 永遠也會可惜 今天他給我好嗎 我們的客人最後選到很棒的水果 但是大家知道為什麼其他的水果他不選嗎 是有原因的喔 那到底是為什麼咧 是因為有碳足機的問題 那什麼是碳足機呢 馬上來為您解答 因為不只人會旅行 我們所使用的任何商品都會旅行 他從原料到成品 中間會經歷一段很漫長的旅程 才到達我們的手中 而這期間所產生所有的二氧化碳 就是所謂的碳足機 我這麼解釋吧 碳足機代表著一份產品